没事吧 没事 快追 走 这是什么五谷之术 如此蹊跷 今天晚上我来守夜 今晚发生的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是 你去安排一下 何叔 把红衣送回房间 是 二小姐 你没事吧 都过去了 陛下 夜深了 是否更衣就寝 你 朕还有要事处理 让他们下去 你们两个先退下吧 是 是 你也下去了 是 是 陛下 陛下 你我是血脉之亲 陛下才是百里师的政统 微臣 定会辅佐陛下亲政 陛下也一定可以 担此大人 担此大人 都是一家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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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达乱论 合乱论 我们才是一家人 最近宫里倒了一批新进贡的皮草 这天转眼就要凉了 靳阳不如给府里的弟妹们选块料子 制备冬衣吧 红瘦红艺都喜欢素雅的款式 至于我的 夫人决定就好 来人 在 带靳阳公主去偏厅选料子 是 谢太后 百里红艺 这都正午了 还不赶紧练功啊 干吗呢你这是 练功 练功 你这低着头闭着眼练的什么功啊 内功 你这一批是 你这一批是 你这一批是福尚不太平 大哥交代了 你这一批是福尚不太平 要我们勤于练功 起来吧 你别动我你烦不烦啊 你别动我你烦不烦啊 没进练吧 你那刺客来了你又打不过我 练完功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是是是是 就你最厉害 你昨天看见没有 那公主不就是被刺客碰了一下吗 你看那公主脸绿的 胆子那么小 根本就配不上大哥 是不是 站住 你是谁 这还不明显吗 杀了你们 我问你话呢 现在回想一下 昨天那个刺客 真是好生奇怪 尸首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界这么大 什么跑门走到没有啊 有什么好奇怪 而且 我昨天会去找你 并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刻意引我去那儿 谁啊 谁啊 一个身穿白衣 飘忽不定的人 我没能跟上他 那个女刺客 她身上的伤口 马上就能愈合不见 实在非比寻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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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瞎想了 不管什么问题 只要我们三兄弟在 就肯定都能一人二姐 走吧 走去哪儿 吃饭啊 新婚第二日 就被叫进宫 陪我这个老太婆聊天 怕是爱着你们夫妻恩爱了吧 带新席见祖母 这是礼数 红轩 多谢皇祖母辞婚 你来的也正是时候 近日来报 军情紧急 爱家辗转反侧 军情 昨日历程来报 又有些不太平达 红轩 虽然你正新婚艳儿 但国家大事 也得镇北侯多费心啊 太后放心 为保立成 臣当尽心尽力 立成北林郎族 东街辽东 若是立成生变 恐怕我整个大幽国 都会受到莫大的影响 左右成军建议 在立成加固防御 派得力之人驻守 太后的意思是 朕北侯无需多言 朕已经册封百里红朔 为左旗统领 朕守立成 刻意出发 参见陛下 儿臣 叩见母后 免礼 快坐吧 谢母后 此次 去历城 修筑宫室 见巡查 边境筑房一事